太不真实了吧 太大了 这个外面也太高了吧 这大概几千楼 这里大概是58米高的冷室 太壮观了吧 在室内居然有个这么高的瀑布 而且还有飘雾 真的是感觉太浪漫了 有点云雾飘渺的感觉 Herry 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瀑布呢 其实在云雾林 因为我们特地模拟了 那个自然热带高原高山地区的生态环境 那这里的海拔是属于大概是 800到3500米以上的高原植物 那他们常年四季都是雾气很重的 那在这里我们每两个小时会喷雾 保全那个空气湿度 虽然都是冷房 但是看花穹的干燥环境相比 云雾森林的空气湿度 大概是70%以上 这种特殊的森林在世界林地 只占了1%的面积 却生长了很多稀有品种的植物 目前 云雾森林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人类的偷猎 农业烂肯 砍发破坏 让林地的物种逐渐濒临绝种 所以这个造景就是要提醒大家 要保育这个云雾林 好像现在的气候转变 其实也是造成很多破坏 那其实这方面其实是人类 是有责任去保护整个世界的 没错 这里的云雾林 环境和湿度都模拟得唯妙唯肖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 官叶海棠植物 峭壁上也可以看到蕨类 蓝花等等 都看它们原来生长的环境一模一样 造景相当考究 这个高约十层楼的云雾林山 内部又分成六大区块 由空中步道穿梭林间 感觉真的能胜利其境呢 哇 这外面的步道好高喔 好可怕 那这样看下去有一种好像 白果树的感觉 你从这里看这瀑布 真的是很壮观耶 但是我很好奇要维护 这样子的一个瀑布的系统 就是要浪费很多水 消耗很多电 其实不需要 那个瀑布的水的容量是一样的 那我们每次都是通过那个水泵 把那个水扣到上面 然后制造这个瀑布的感觉 所以那个水是一直运用的 所以是没有浪费一滴水的 这里电力的供应 其实跟花球是一样的 两座冷室的电力 来自户外的晴天树丛 以及深圳南发电厂的燃炉 维持这样一个湿冷的环境 一点也不成问题